兩架班機大老遠從南非抵達荷蘭 只是旅客下機後得面對這道關卡 可怕的是近600名旅客有85人篩檢陽性 但是不是引起全球恐慌的魔王變種 Omicron目前還不確定 只是全球已經有不少國家搬出旅遊禁令來防疫 即英國開第一槍禁止非洲南部六國航班入境後 歐盟成員國同意禁止來自非洲南部七國的航班入境 亞洲的日本也對非洲南部六國禁管 新加坡 菲律賓 澳洲也對非洲國家既入境限制 美洲的巴西加拿大也跟上這一波入境限制潮 美國當然也不例外 紐約州更是提前備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到明年1月15號 紐約時報廣場的跨年活動恐怕也會受影響 只是世界衛生組織出面喊話希望各國不要急著關閉 北京邊境受影響最大的南非現在也跳出來抗議 因為目前魔王變種 Omicron的詳細研究還不多只是一招被蛇咬 各國急著關邊界希望阻擋大魔王入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